纵观历史 总有数不清的神秘事件 让科学家束手无策 无论是玛雅文明的崩溃 还是亚特兰蒂斯的终结 这些困扰了人们几个世纪的历史谜团 直到今天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本期地球军就给大家带来了 十个无人能解的世界之谜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十个 美国五十一区 五十一区长期以来 一直是阴谋论者讨论的焦点 他们认为该基地掌握着 美国政府有关外星人 和不明飞行物的秘密 尤其是在2013年 中央情报局解密的报告公布之前 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否认其存在 根据公开信息 五十一区是内华达州沙漠中的 一个政府设施 靠近格鲁姆湖 这是一片干涸的湖床 位于拉斯维加斯以北120英里处 据中情局说 这处地点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被选中 逆逆测试空军U2飞机和训练飞行员的地方 该区域在二战期间 曾被用作陆军飞行员的空中射击靶场 而据商业内幕网站报道 五十一区的工作人员 会从拉斯维加斯机场搭乘没有标志的小型客机 前往这一片远地区 自从1955年一架侦察机试飞 导致人们看到了所谓的不明飞行物以来 它就一直与外星人的阴谋论联系在一起 几十年来 人们一直认为它是保管飞船 外星生命和政府有关外星人秘密的一个场所 然而 当时的空军官员无法向公众公开U2侦察机实验的最高机密 只能将这些目击事件解释为自然现象和高空天气研究 关于五十一区的谜团 必须提及的一个人是鲍伯拉泽尔 他是一名自称曾在五十一区工作过的雇员 早在1989年 鲍伯拉泽尔就公开在一档新闻调查类节目上露面 声称美军正对外星飞船进行逆向工程学研究 来发展人类科技 甚至还隐藏着军方最黑暗的机密 关于五十一区的阴谋论由此进一步发展和蔓延 一个由四十多万不明飞行物爱好者组成的团体 曾宣称是要闯入这个地方 只为看看外星人的庐山真面目 但相信美国政府并不会让普通民众靠近这里 尽管美国空军一直宣称五十一区只是一个开放训练场 关于五十一区的谜团 也不知何时才能真正解开 第九个 百慕大三角 百慕大三角又称魔鬼三角 是世界著名的未解之谜之一 这片海域位于北大西洋 通常被定义为一个三角形区域 以英属百慕大群岛 波多黎各的圣湖安和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三点连线成 面积达四十五万平方英里 百慕大三角海底地形复杂 常有火山地震等地质活动发生 据统计自1880年以来 约有158次失踪事件在百慕大三角海域发生 有的事故甚至难以找寻残骸和遇难者尸体 魔鬼三角的别名也由此而来 这些失踪事件引发了许多猜想和假说 甚至有人提出了类似扭曲空间 时间隧道等超自然理论 目前对于百慕大三角的失踪事件 其中主要的科学解释都和磁场异常 飓风以及复杂的地质构造有关 然而尽管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但却无法合理解释所有的失踪事件 甚至有些根本无法解释 因此百慕大三角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 一直吸引着许多探索者和科学家的目光 玛雅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古代文明之一 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字和天文历法 而且还建造了许多宏伟的金字塔以及宫殿 但玛雅人的突然衰落和终结长期以来 一直是古代历史上最令人着迷的谜团之一 为什么这个极其复杂的文明 会在八或九世纪的某个时间段突然崩溃 是强大的一族斩尽杀绝了他们 还是由于某种原因而迁徙到其他地方隐居下来 有许多试图解释玛雅文明崩溃的理论 其中最广泛接受的是环境灾难 据考古学家发现 公元八至十世纪期间 中美洲地区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干旱和饥荒 这些极端气候条件可能导致农业产量下降 人口迁移和社会动荡 此外森林砍伐和土地过度使用 也可能导致土地退化和生态系统崩溃 从可考的建筑遗址 推算的玛雅人口数以及各种指标来看 玛雅古典时期在九世纪开始从灿烂走向暗淡 但令玛雅文明崩溃显得更加错综复杂的是 古典时期玛雅社会的崩溃显然不完全 仍有成千上万的玛雅人存活下来 并且和后来的西班牙人交战 从某一些例子来看 各个地区玛雅人口减少的速度并不一致 甚至还有所增长 例如尤卡坦半岛西北部的普克地区 在700年时几乎空无一人 但从750年开始 人口就呈现爆炸式增长 因此有些考古学家 甚至不承认所谓的古典时期的大崩溃 但如果所谓的古典时期的大崩溃不存在 考古学家已经发现的事实要如何解释 为什么短短800年 玛雅人口就消失了九成以上 特别是以往人口稠密的南部低地 几乎没有任何遗迹留存 其复杂的政治 文化体系也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直到今天 研究玛雅的考古学家 对这一文明崩坏的原因 仍然各持几件 而且几乎从未达成一致 第七个 亚特兰蒂斯 许多年来 失落之城亚特兰蒂斯 一直令宝藏猎人和探险家着迷 尽管有无数理论和数十年的搜寻 这座失落的古城仍然扑朔迷离 它最早的描述出现于公元前360年左右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著作里称 曾经有一个强大的先进文明 在遭受剧烈地震和洪水袭击后沉入海洋 然而直到十九世纪 一些人才开始猜测这些故事背后 隐藏着一些真相 并且认为亚特兰蒂斯 不只是一座传说中的失落之城 从那时起 许多关于亚特兰蒂斯的疯狂理论 开始流传 有人认为亚特兰蒂斯 藏在百慕大三角深处 也有人怀疑撒哈拉之眼 就是亚特兰蒂斯的遗留 也有人提出亚特兰蒂斯 不曾真正毁灭 至今仍存在于南极州深处 然而尽管有众多探险家 核考古学家的寻找 亚特兰蒂斯却从未出现在人们眼前 最后有人推测 亚特兰蒂斯也许并不是一座城市 而是一块曾经存在的上古大陆 但最终因洪水沉入地底 并且在地质变迁下 早已改变了原先的位置 而曾经亚特兰蒂斯的幸存者 则在世界各地 拨下了各个古代文明的种子 在今天 亚特兰蒂斯背后的真相 仍然令人难以捉摸 你认为这座失落之城 是真实存在 还是仅限于传说 请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吧 第六个 陶斯之声 有些自然现象是看不到的 它需要你用耳朵倾听 陶斯之声 是一种并不为所有人听到的低频噪音 这些噪音 在全球范围内多次报到 然而至今人无合理解释 它最早在美国 新墨西哥州的小城陶斯受到关注 因此被命名为陶斯之声 这里的一些居民和访客 多年来一直被沙漠中 一种神秘而微弱的低频嗡嗡声所困扰 并且声称它听起来 像是高速公路上移动的重型机械发出的声音 但附近并没有任何高速公路 而且任何科学检测手段 都没有办法检测到这一噪音 有些人认为该现象是超出现有科学范畴的 有些人怀疑这是群体恐惧症 或某些不为人知的邪恶因素在作怪 不管把它解释成为哪种声音 无论从心理 自然或超自然的角度考虑 没有人能够确定声援何在 当然 有时也能找到比较合乎逻辑的说法 比如在印第安那州 可可摩的嗡嗡声响 最终就证实是来自一个克莱斯勒汽车制造厂 而其他地方奇怪的桃斯之声依然是个谜 第五个 比尔密码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 比尔密码一直吸引着许多寻宝者的注意 它由三组密码文本组成 据称记录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宝藏之一的位置 截至2018年 1月估计价值超过4300万美元 整个故事开始于1822年 一名叫托马斯·比尔的人 在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 将这个装有密码本的盒子 交给了当时所居住旅店的老板 罗伯特·莫里斯 并称十年内没有取回的话 他就可以打开这个盒子 解读文件的密钥留在比尔的朋友手中 他会在1832年6月将密钥邮寄来此处 然而十多年过去了 比尔就像是消失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 原定寄来的密钥也杳无踪影 一直到23年后 旅店老板罗伯特才打开了这个盒子 并在其中得到了三份加密文本 他花了数十年时间破译 却一无所获 只得在去世前交给了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随后花了二十年的时间 试图破译这些信息 结果意外 根据美国独立宣言的部分内容 解开了第二份文本 里面记载着宝藏的具体数量 并表明 他就在贝德福德旅馆附近四英里范围内 但具体地址藏在第一份和第三份文本中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剩余两份文本对应的密钥 却从未被找到 也许是失去了破译的希望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 随后在一本小册子中公布了所有密文 人们曾多次尝试破译剩余的两份密文 并找到宝藏 但所有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甚至有人怀疑所需的密钥 很可能是私人信件之类的东西 没有对应线索根本无从破译 还有一些人认为 比尔密码很可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但寻宝者们却不会相信这些说法 因为不论是谁 都无法拒绝一个足以令你一夜报复的机会 失落的约柜是圣经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对于信徒们来说 约柜里装有上帝亲手书写的实践 隐藏着上帝与人类的终极链接 圣经里也多处记载了他的巨大威力 比如一平高山 摧毁军队 灭绝城市等等 《出埃及记》中提到 约柜是由造甲木制成 里外层都由黄金包裹起来 其顶部放置着怜悯之作 有两个由黄金制成的小天使 而且柜子上方经常有云雾聚集 然而 三千年前的某一天 约柜从所罗门圣殿里神秘地消失了 从此成为考古史上最大的悬疑之一 有人认为约柜因为战争 被转移到了埃塞俄比亚的一个修道院里 但没人知道 究竟是哪一个修道院 以及具体位置 最近人们在翻译一本 古希伯来语书籍时发现 里面提到约柜会在某个时期 自己冒出来 然后拯救世人 找到约柜 将会是神学界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尽管现在谁也不知道 他的具体下落 这可能需要一个勇敢 且幸运的人去开启其中的谜团 第三个 书格伯勒名文 书格伯勒名文是刻在英国斯塔福德郡 书格伯勒大厅内 牧羊人纪念碑上的一系列字母 这座纪念碑由英国议会议员 托马斯安森委托 在1748年至1756年之间建造完成 其上描绘的是法国著名画家 尼古拉斯普桑的作品 阿卡迪亚的牧羊人 牧羊人纪念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一些理论认为 普桑是寻山影修会的成员 而寻山影修会一直是许多虚构 或者济世文学作品 热衷描写的一个秘密基督教团体 经常被描述成西欧历史上 最有影响的秘密组织 譬如维克多雨果 达芬奇等人 都是寻山影修会的成员 因此普桑的画作 阿卡迪亚的牧羊人 可能具有一些深奥信息 而且就隐藏在这一串字母中 长期以来 这个名文一直困扰着许多学者和密码学家 人们提出了无数猜想和理论 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破解 一些人认为 他可能只是单纯代表了 安森对已故妻子的思念 阴谋论者和一些伪历史学家 则暗示 名文是找到圣碑的关键 直到今天 舒格伯勒名文 仍然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而他也被称为 世界上最难破译的密文之一 第二个 自由女神像诡异事件 世界各地的各种纪念碑 附近都曾发生过奇怪的事件 美国自由女神像也不例外 许多阴谋论者怀疑火炬中心 隐藏着一个用来联络地外文明的秘密房间 甚至还有人表示 自由女神像本身 就是一个用来祭祀的装置 机座下方 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然而碍于她的特殊地位 人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开这一谜团 第一个 波洛克姐妹 1957年的一天 在英国赫克瑟姆小镇 一对名叫杰奎林波洛克和乔安娜波洛克的姐妹 在和朋友去教堂的路上遭遇车祸 不幸去世 这对他们的父母约翰和弗洛伦斯来说 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尽管如此 这个不幸的家庭仍然在次年 迎来了一对双胞胎女孩的诞生 他们给她们取名吉利安和詹妮弗 父亲约翰本身是天主教徒 他的信仰是不相信转世投胎一说的 但看着两个相似的女孩 约翰总是止不住地想 会不会是两个女儿 以某种方式回到了自己身边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詹妮弗身上有两处和已经去世的杰奎林 一模一样的疤痕和胎迹 而且两姐妹竟然可以清楚地分辨两个姐姐 遗留玩具的归属 就好像这些玩具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一样 在这对双胞胎姐妹三个月大时 波洛克一家搬到了赫克瑟姆东部的惠特利湾 但随着他们逐渐长大 吉利安和詹妮弗似乎清楚地记得赫克瑟姆的细节 在他们四岁回到赫克瑟姆时 这对双胞胎清楚地记得许多地点 比如学校以及他们两个姐姐喜欢的游乐场 波洛克姐妹所有不寻常的表现 似乎都暗示着轮回转世的存在 但怀疑论者则试图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比如遗传信息 生活环境的影响 声称从未在姐妹两人小时候提及两个去世的姐姐 但仍有一些人认为 这对双胞胎的记忆可能受到了他们几个哥哥的影响 吉利安和詹妮弗长大以后 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小时候的奇怪行为 但姐妹俩的离奇经历却被当成经典的转世案例 一直吸引着许多心理和医学专家的兴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君带给大家的十个无人能解的世界之谜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